杀生的夜暴 无论是人类或是动物 出生之后都会爱惜自己 并且害怕疼痛与死亡 可以说没有任何人不害怕死亡的 不用提及旁人 看看自己就能得到答案了 每当想到死亡时 就会感到恐惧 之所以害怕死亡 是因为我们不想与心爱的人和财富分离 以及不知道往生后会遇到什么 会遭到怎样的苦难 或许某些人不相信有来世 认为死亡后就会消失 只剩下骨灰而已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会害怕面对死亡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敢确定 如果真的有来世 那么就糟了 终合以上所言 所有的生命都会爱惜自己 也同样害怕死亡 因此 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 绝不彼此伤害对方 第一条戒律就这样产生了 巴拿地巴达 维拉曼尼 西卡巴探 沙玛提亚米 意思是 我请求持守戒律 就是本人受持不杀生戒 同时也不止使他人杀生 这里的生物指的是 任何性别与年龄的人类 包括人与动物负重的胎儿 这条戒律包括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而要想圆满地持守不杀生戒 就必须 一 禁止杀生 就是自己不杀生 也不止使他人杀生 二 禁止伤害身体 就是不对其他的生物制造伤害 三 禁止折磨 就是不做虐待动物的残忍行为 例如 过度使用劳逸 囚禁捆绑 使其互相打斗 用来观赏取乐 这些都是属于造作身体方面的恶业 恶业将会使其堕落地狱 转世为恶鬼 阿修罗 或是畜生等 若转世为人 寿命也会很短 还会受到疾病的侵害 若具足以下五项条件 即构成杀生戒 分别为 一 杀害有生命的人或动物 二 杀害时知道人或动物还有生命 三 有企图要杀人或动物 四 努力尝试杀人或动物 就是自己亲手杀 或指使他人去杀 五 人或动物应被杀害而死亡 当这五项条件具足时 就构成犯杀生戒 若五项条件不具足 就是人或动物没有死 但使其过程中受到痛苦 称为戒不清净 则还不算犯戒 至于所受的夜暴是重或轻 照下的罪恶是深或浅 都有以下的四个条件来决定 分别为 一 被杀之人的恩德 意思是 如果杀的是佛陀或父母 罪业就很重 因为他们是居足身后恩德的人 如果杀的是普通人 罪业就较轻 如果杀的是畜生 就要看他们的贡献 如果有功劳 罪业比较重 例如 帮助我们耕种的黄牛或水牛等 二 身体大小 如果杀的是大型动物 例如 大象或马匹 那么罪业比较重 如果是小型动物 罪业就比较轻 三 付出的努力 意思就是 如果在宰杀的过程中 花了很多的功夫 想先折磨宰杀 罪业就比较重 若花的功夫少 罪业就比较轻 四 动机 意思就是 决定要杀 称恨心重 企图心强 罪业就重 而愤怒少 企图心弱 罪业就相对地变轻 例如 有强烈的仇怨 且用称恨心杀害 罪业就会很重 但如果是因为保护自己而误杀 罪业就较轻 那些经常造杀生业的人 当灵命中时 内心会浑浊不光亮 那些曾经杀人 宰杀动物 或叫人宰杀的画面 就会一直在心中呈现 当往生之后 就会堕落大地狱 被狱卒用他生前造下杀业的凶器 例如炸弹 手枪 刀蟹等等 进行持续不断的残酷折磨 如果生前是杀害一大群动物 那么在大地狱中 也会有成群的狱卒 从四面八方向他设计 砍杀 喜欢经常宰杀动物的人 当转世为地狱终生时 头部会变为 曾经宰杀过的动物形状 再被狱卒捉起来 用极锋利的刀 将他的头砍掉 他的夜暴是极其的痛苦 且要历经无数次的生死轮回 而那些喜欢经常钓鱼的人 当转世为地狱众生后 就会被浸泡在炙热的酸水中 之后狱卒会行走在水面上 拿着鱼竿 向其猛烈地甩去 用鱼钩狠狠地勾住嘴巴 就像钓鱼一样 之后 狱卒就会猛甩鱼干 而他的身体在狱卒的拉扯之下 来回地冲击酸水表面 最后在强大的拉力之下 身体会被撕裂而死亡 痛苦不堪 如此历经无数次的生死轮回 大地狱受完刑罚之后 再转世到小地狱受罚 地狱众生会被各种心惧折磨 有时变成兵器羽 例如子弹 刀蟹等 像雨滴一般地落下刺穿身体 使他遭受到极大的痛苦 当从小地狱转世到阴间后 又再度被阴间的狱卒 用各种兵器进行折磨 当业力逐渐变清后 再转世为恶鬼 则会有刀子从身体内冒出 同时还会有兵器羽落下刺穿身体 所遭受到的痛苦难以形容 当转世为出生之后 有时就会被捉捕 有时会被宰杀做菜肴 且寿命很短 当出生的夜暴消完之后 再转世为人 也会被别人杀害 或受到疾病的侵扰 而且寿命很短 因此 当我们明白真实的生命之后 就不要再杀生了 禁止伤害任何人或动物 当受持第一条不杀生界 我们会得到的功德果报是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不伤残 肤色浩劫 不会受到他人的伤害 没有疾病的侵扰 寿命长久 能一直修功德波罗蜜的更长久 下契祭祭望 当不必合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